2018年10月15日 日本政府终于同意考古界挖掘和调查 日本最大的天皇古墓 全名为百蛇鸟儿园中灵的仁德天皇灵 但是这消息一出 立刻在日本国民掀起了激烈的争论 更遭到了大批的仁德强烈反对 仁德天皇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神军 反对者认为 如果贸然去挖掘是对先祖的不敬 而还有一批人则表示了担忧 如果挖出来之后 发现是中国秦朝时期出海 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的徐福怎么办 拜计了多年的日本先祖 最后是中国人 那么日本人该有多尴尬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说法呢 这座古墓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难道日本人真的是中国人的后代 今天和大家讲述的就是 日本最大的皇陵 仁德天皇陵背后的故事 首先先介绍一下仁德天皇陵 仁德天皇陵 位于今天日本借室大仙丁 一般被日本国名称呼为大仙古墳 作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古墳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陵墓 它的总占地面积达到了47万平方米 或许大家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 我们来比较一下 我国的秦史皇陵的占地面积大约为25万平方米 而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的面积为5.29万平方米 大仙古墳大约是史皇陵的两倍 是胡夫金字塔的十倍 而它的全长约486米 最宽的地方有305米 最高处为35米 修建于公元二世纪到五世纪的日本古墳文化时期 但是这个古墳真实埋葬的人到底是谁 在日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 此处埋葬的是仁德天皇 但是日本人还是在此祭拜了多年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需要从日本历史上去寻找答案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仁德天皇那段的历史背景 仁德天皇所在的年代 对比中国正是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正处于封建时期的我国 当时在经济文化军事上 领先于世界各国 而日本则是大和朝廷统一的日本鼎盛时期 根据史料记载 大和朝廷星于公元三世纪的奈良县 而在三世纪初期 日本道上分布着众多的小国 他们各自为政 彼此之间发生了多次的战争 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是野马台国 而野马台国最有名的就是女王悲迷乎 三国志《魏书窝人传》中 关于他的记载 曾经派前使者出使当时我国三国时期的魏国 并被魏王册封为亲魏窝王 赏赐金印 铜镜和大量的丝绸 但是之后野马台国衰落 大和国趁机开始兴盛 成为当时日本岛上国力最强的国家 到了公元五世纪的时候 大和国基本统一了日本全岛 但是和中国的封建统一王朝有所区别 此时的日本国内相当于中国的商周时期 大和国只是日本岛上诸多国家的共主 并没有绝对的权利 但是大和国却成为了日本文化的源头 日本现在称呼自己为大和民族 就是源自大和国 如同我们自称为阎皇子孙一样 而仁德天皇是大和政权的第十六代天皇 如同其他伟大的帝王一样 出生的时候总会出现异样来彰显帝王的语言